Hello,大家好,我是大眼 我是阿西 今天我和阿西來到深圳 試一間新的按摩店骨牆 以我所知,這間不是新的 這間前身也是按摩店 沒錯,是一間老牌 而且是大型的水匯 不過它是全新裝修過 現在看看,全新裝修之後 是一個什麼面貌 不過我看門面跟以前很不同 高大上了很多 以前我都跟你來過一次 不是我跟你來嗎? 我跟你來 不要爭辯了,進去看看 這間水匯 我們在大眾點名裡找到 叫做天月水匯 可以看到一些套餐的價錢 可以在這裡買 譬如我們現在在上面 一個叫做中式按摩 團購是228 可以有一個中式按摩 免得症癡 以及裡面的水果 飲品可以飲食 這裡也有一個價錢牌 很有趣的 這個價錢牌 價錢比在團購買10元這麼大 但是你不要以為 Walk in 會比團購便宜 如果你只是做中式 的話 因為這個價錢 再加上這個服務費 所以都是團購會比較划算的 但如果你不只做一個中式 你可能進去 我有其他項目要做的話 大家其實不團購都可以的 現在看到新章期待 價錢也挺划算的 例如一些大堂項目 就是78元一個大堂項目 例如是彩耳、按手等大堂項目 大致上是這樣的 香薰兼頸就會比較貴 這裡是108 有一個很特別的 這裡叫做帝王彩耳 有些地方是會有 有些地方只有一種彩耳 這裡有兩個彩耳 我剛才有問過經理 這兩個彩耳有什麼分別 我知道,師傅級 可以這樣說 和他用的工具上有分別 帝王彩耳 他除了是用一些一次性的彩耳工具 他用完之後可能整套工具 他可能就丟掉了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洗耳 什麼叫洗耳呢? 不是洗耳工廷的洗耳 是將生理鹽水搬到耳朵 讓耳朵清得更加乾淨 我們現在就進去試一試 試之前當然要先做登記 現在我登記了 除了剛才你說美團 其實我剛才看到抖音也有 我們香港人很少在抖音上買東西 因為我們沒有登記到支付系統 在抖音上 美團是比較方便的 因為大家除了可以在美團的APP 可以直接購買之外 謝謝 還可以在微信 微信裡面的小程序 大家可以從小程序裡面 找到大宗點評 然後搜尋千月水匯 就可以找到這間水匯 進來了 是的 現在看到更衣室很大 很漂亮 之前有一次來 很舊的感覺就完全不同 我現在先換衣服 你先不要拍我 不要拍我 不要拍我 現在我們換衣服上來了 我記得之前還沒裝修的時候 上來的位置不是這裡 不是搭碟的 是好像有樓梯在那邊 我記得這個區 真的高了一點 一個桌子 上面就是一些大廳的大堂座位 這邊就有餐廳區 現在我們看到 裝修過後 是挺有特色的 製造一棵架樹 但是之前那個 波桌好像就沒有了 以前波桌好像在這邊 對 波桌在這邊 對 波桌在這邊走過去 現在我們穿過餐廳 走過去那邊 以前就是有波桌 有這個 冰冰波桌 還有一些小小的 街機的設施 以前我記得是換衣服 是在這個位置上來的 是啊 我們不知道是否錯失了這個門口 也不要緊 現在搭電梯上來都OK 這裡它又增設了一個 給大家看書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空間 挺寫意的 可以看到這邊 雖然不是說 書店那麼多 但是都OK的 我想現在事業階段 因為我們真的 開業一兩天就來 因為我和阿西 應該會慢慢慢慢 便會豐富一些藏書 好像一些 那些好學學的這些書 都可以看到 我覺得挺有誠意的 這邊也是的 有些擺書的書架 我想它之後 就會在這裡 擺滿很多書 暫時 事業階段 有些決心可以接受的 我非常之 喜歡這個空間 因為現在上來 我這麼小聲說話 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應該在這裡看書 會挺寧靜的 一個挺好的休憩 現在我們去完書巴 這裡是個巴頭位 有些喝酒的設施 還有些水果 水果種類方面 如果是大型的骨牆 就似乎少了一點 因為我們看到 逐一的圈位 都沒有擺滿 沒有擺滿 但是 我也不知道 這是什麼稿 西瓜 車尼茄 火龍果 香蕉 基本上 蘋果這些 都會有的 種類雖然不太多 都可以 這邊有些 給你自助的飲品 牛奶 汽水 黃老吉 雖然有 之前 還沒裝修的時候 這裡好像是放一個 波桌 兩張 兩張波桌 如果是男生 會喜歡玩這些遊戲 現在好像就少了 這裡和裝修 我覺得有點像什麼 對 湯X 有點像 都是一些和諧式的裝修 這邊還有一些 有些衝動 沒錯 沒錯 讓大家在上面休息 在裡面休息 鑽來鑽去 小孩子適合玩的 這裡還有一個 吸煙的地方 放了耳灰缸 其他地方應該是不可以吸煙的 如果要吸煙的話 就要過來這裡 我也說一下 剛才我們衣服時的 跟衣室的感覺 因為剛才的跟衣室 的確 裝修了之後 整個觀感是漂亮了很多 有什麼是沒有變成 沒有裝修到的呢 就是水池 水池的形狀 跟之前是一樣的 還有 真的沒有製造過新的 另外 就是乾蒸房 乾蒸房 是新的 濕蒸房 沒有裝修過的 所以濕蒸系統 要出蒸氣的系統 會比較貴 所以沒有裝修到 這兩部分是沒有的 如果你說洗澡位 很多洗澡用品 都齊全的 還有就是 吹頭髮那個位 吹頭髮那個位 欠缺一盎發泥 可能之後會補上的 現在只是看到 有些髮型的 沒有發泥 我們香港人是 很需要有發泥的 好了來到櫻花樹下 不要以為這裡 是被人打卡的 其實這裡是餐廳 其實這裡不是櫻花樹下 是嗎 不可以乘電車跨過大海 原來是風業來的 沒錯 這裡是周杰倫的風 我們來到餐廳 看到餐牌 其實它的東西 好像挺名貴的 有龍蝦 有魚 價錢也不便宜 都要三百多 百多元 不過不用怕 另外我看到一份菜單 就是吃炒粉麵飯 連點心 乳鴿 燒鵝 燒鵝也有 那這個光炒牛肉要多少錢 光炒牛肉要25 25 加牛肉呢 加牛肉 30 那合理 那如果加隻蛋呢 加隻蛋32 加完之後價錢少了 炒底 你不是會欠 不是我 你真的來打烏 我會看到它除了有燒鵝 燒味之外 還有炒粉麵飯 它還有點心 是它有點心 不過我相信現在 它的點心 不知道會不會是24小時都供應給你 因為其實有些按摩場所 點心是24小時的 不知道這裡會不會是 因為它做好了 放在這裡 你叫它的時候是蒸熟的 是 所以現在始終都是新樽營業 因為我看到它的廚房 暫時都好像沒有什麼人在 所以就真的不清楚了 但如果遲些正常營業的時候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有的 是 正常也是會有的 應該會是24小時公園 現在我們上到來這個大廳區 其實跟以前真的 好像分別不大 不過這座椅是新了的 我最重要的 我想看一下 它的梳化有沒有充電 我過來看看 是沒有的 就是都是要數充電的 那這個就 見仁見智 對於我來講真的挺重要的 接著我們接下來的 下一節介紹呢 就是欣賞P圖 這個才是重要畫質 這個P圖畫質 現在開了個螢幕 其實開了螢幕很快的 開螢幕速度 其實 No Data 不要緊 消費 看有沒有在那裏點飲 沒有辦法 遇到這樣的情況 大家可能看我Youtube 可能會想起 不如敷照一下Data 均出來 最緊要看有沒有電影看 電影 有啊 你不要那麼腦定住 可能要付錢 如果是大型會所來說 很多都不用付錢 你先試一試 不要那麼腦定住 我們試一出電影 看看可不可以看到 就衝鋒 我們現在和阿西 衝鋒風 我和阿西 衝鋒風 接著就 看看成功能否看到 要不要五分鐘 試看這些東西 沒有啊 是看到的 看到的 而且我也想說一下 它這個鋒風 其實我坐下去的感覺 我覺得挺舒服的 是的 它的承托力很好 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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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腳位 比其他骨牆厚實很多 這些枕手位摸下去 很舒服 有些是像布 有些在布之中 做到那種 溶的感覺 所以摸下去是挺舒服的 體驗不錯 我們做的項目 我們就不影響給大家看了 很多人都會有一個疑問 通常都會問 哪間會所按摩店 按得好些 但我相信這個問題 是非常個人的 因為你是自己 你才可以感受到 哪一個技師 承認大中勢力 或者是否到位 所以每一間會所 都會有些技師 按得好 有些技師 按得好 按得好 現在這裡 從大廳下來了 其實這個地區 可以看到 有一個沖茶地方 叫做茶藝區 這個茶藝區 中間有一張大桌 大家如果是喜歡喝茶的朋友 可以在這裡叫一個茶藝師 為你去做一些沖茶服務 沖茶服務 它會有兩種收費 兩個收費加起來 一個就是茶藝師的服務費 另外就是你要喝什麼茶葉 就是那個茶葉的價錢 譬如你要喝瓦猴蜜 的話 就是計算那個瓦猴蜜的價錢 對 如果你喝普利的話 就是普利的價錢 那就非常簡單 如果我想喝阿屎香檸檬茶 那你可以 美團叫外賣進來 但是我相信 會另外收費 其實因為它本身有飲品 通常會所都是這樣的 你在外面 叫飲品進來的話 無論是飲品 都要收個服務費 看看茶藝旁邊 還有一個 彈古增 這個不是叫古增 嗯 好像是叫古增 當它是吧 這個不會是樹球 哇 你不會是打橫的啊 這個古增 是隨著你 你像牛一樣 像牛彈琴 剛才我問過服務員 我們現在身處這間 是麻雀房兼食飯房 大家如果是不吃飯 只是打麻雀的話 就說38元一個小時 我不知道38元一個小時 我們平時在香港 去雀會打是要多少錢 因為我們沒有麻雀引 如果你說幾個人 打麻雀的錢 可以加上去抵消 低消的話 其實上來打麻雀充 都挺划算的 我們現在進來這裡 就是按摩房 這個是三人房 房間的設計 顏色方面都挺無藉的 現在由於是事業階段 所以遲些 設備會更加完善一點 經理會安裝 現時大家在這裡打麻雀的時候 有電視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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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好軟軟軟 好不想走 剛才的風氣就是餐廳 不知道這裡就是做什麼 這裡是用來打卡的 如果一家大廳 這裡的話 這裡的演唱場真的挺漂亮 現在經理會帶我們去看看 族路包房 好像這間 就是族路包房 請問 進來呢 有兩張 梳化在這裡 空間的東西挺大 如果這樣打橫擺的話 還可以放超過兩張 我剛剛試了一個叫做 谷靈岸 有幾個布 我看到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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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 只是一種顶 只不過 大家看到我今天遮蓋了頭 就這樣 免得按到頭 如果不按到頭 不按到頭 不按到頭 原來局部也不按 我們試完這裡的按摩服務 這裡過來其實很方便 首先說一下 它那個交通訊 如果大家在這個路口出了 其實搭一號線門地鐵 去到這個大劇院站 大劇院站在伊出口 伊出口出了 走六分鐘 或者紅嶺站 我覺得紅嶺站 紅嶺站 應該會快一點點 不是 高德推薦是 大劇院伊出口 另外就是 在這裡有個接送車 接送車 基本上可以有三個口岸 我放了四個手指 在上面 剛剛發揮了一覺 這三個口岸 一個就是羅湖 一個就是濕田 一個就是黃岡 都可以接送的 但是現在他們要新張期待 例如還在請司機 就不太夠司機 對 遲些 會繼續提供一個 嚴整一點的接送服務 但是要注意的是 黃岡和濕田都是比較遠的 不像羅湖 不像羅湖那麼近 所以 如果在維蘭江和濕田 大家要有三個人 應該才會接送的 是的 如果你一個的話 就沒有意思了 自己特地試 是的 或者是直迪 最後其實 這裡的環境 比以前 是漂亮了很多的 是的 其實我都 挺推薦 來這裡試一下 大家可以 我覺得新張的大廳 是比較少人 比較安靜和舒適的 那些 我覺得最人的驚喜 就是他把梳化 真的舒服 我剛才看到你睡到 弱了 是的 他不只梳化舒服 他連皮 我覺得都很酸 很厚 很舒服 所以 這裡我覺得都OK 價錢有十位 不過如果真的要來的話 我真是親早 因為我們上次拍過一間水會 也是開頭很少人 然後就變了很多人 那羅湖是缺少大型的新鎖 這裡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 考慮這個深圳舒城 你走過舒城 其實都是兩三分鐘 然後不多 一兩分鐘 其實是五分鐘內 大家可以走到去萬丈城 可以去shopping 那今天就這麼多了 對了 那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